大家好,我是小雅,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非洲丧尸片《湿地余生》 美非大战期间,非洲爆发丧尸病毒,感人者很快就会变成丧尸 丧尸瞳孔缩小,走路速度很慢,而且悄无声息 他们的牙齿十分锋利,轻易就可以咬断人的骨头 只有击中丧尸头部才能杀死他们 丧尸开始在非洲见人就咬 非洲军队在北方基地建造了避难所 收留并保护幸存的人类 病毒爆发后,美军开始迅速撤离 男主莫菲是美军的机械工程师 他是最后一批撤离非洲的军人 因为基地遭到了丧尸的围堵 所以军官下令立即起飞 但是准备匆忙,飞机引擎里的燃料不足 最后飞机在塞拉丽扬境内坠毁,全员掉进了海里 好在漂浮的木箱救了莫菲一命 第二天早上,他才被海水冲到了岸上 但是刚刚逃过了大自然的残害 这下又掉进了丧尸的碗里 同样性情的兵哥,开枪击毙了一个丧尸之后 抛下他就匆忙逃命去了 另一名同伴因为坠机时受伤 很快就变成了丧尸的早餐 莫菲在木箱里找到了一把手枪 打死了围上来的丧尸 又拿了一些衣物,逃进了小树林里 另一边,在外当兵的丹尼尔也赶回老家 希望能救下自己的家人 可是等他赶到的时候 村子早已经遭到了丧尸的袭击 妻子也已经去世了 他在房子后面找到了尚有一夕的老母亲 母亲告诉他,他的儿子小黑被军队救走 送去了北方的避难所 母亲交代完遗言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丹尼尔一枪打死了变成丧尸的母亲 便开始了去北方寻子的道路 在小树林里,换好衣服的莫菲来到了一个荒废的院子里 恰巧院子里有一辆破旧的皮卡 他凭借自己专业的修理技术 三下五除二就把小破车修好了 也赶在丧尸抓到他之前,启动了汽车 一路横冲直撞开出了玉米地 在路上,他还看到了之前逃跑的兵哥 不过现在他已经变成了丧尸 莫菲也没有犹豫 蒙采油门就把丧尸兵哥碾了个粉碎 然后他拿走了兵哥身上的物资 头也不愧地走了 一路上,无数的丧尸看着车里的莫菲流口水 奈何他们腿脚不利索 根本追不上 莫菲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驶在非洲的原野上 但是非洲的环境太破败 道路崎岖不平 皮卡一个不小心就掉进了坑里 无论莫菲怎么踩油门 车子就是上不来 他不得不下车去把皮卡推上来 然而车后追赶的丧尸群很快就围了上来 慌乱中他开了两枪 反而吸引来了更多的丧尸 好在丹尼尔也听到了枪声 及时赶到救了他一命 此时的两人也顾不上之前是敌对阵营 结伴同行一起上路 莫菲告诉丹尼尔 自己是个机械工程师 他的工作就是修理飞机 希望丹尼尔能带自己去机场 说不定那里有剩余的飞机 丹尼尔告诉他 这里并没有机场 但是有一个小型的军事基地 不过那里已经没有飞机可以使用了 莫菲还是坚持要去碰一碰运气 丹尼尔表示可以帮他带路 条件是要莫菲把车子留给自己 丹尼尔告诉莫菲 他是非洲军队的一员 军队正在组织射杀丧尸 但是因为丹尼尔担心家人 就擅自离队回了老家 回到家却发现全家都没了 只有儿子小黑被军队救去了北方避难所 因为他当了逃兵 现在他没办法向军队求助 所以他需要这个车子 不然在这个遍地丧尸的地方根本寸步难行 达成一致的两人就向着军事基地逝去 没有吃饭的他们看见房子究竟 不过迎接他们的只有丧尸 幸好丹尼尔在院子里逮到了一只鸡 两人也不再逗留继续赶路 车子快到目的地的时候竟然没油了 两人只好徒步赶了去 到了基地 莫菲果然发现一架旧飞机 但是螺旋桨都坏掉了 里面的零件也没办法修理 飞机根本无法使用 莫菲又找到了基地的电台 发送了求救信号 却没有收到任何回应 丹尼尔说 北方的避难所也是个军事基地 说不定那里有其他的飞机 可以送他回家 此时的莫菲也已无处可去 只好同意跟着丹尼尔一起 两人在基地装满了一桶汽油 就立刻返回了车子处 但是一来一回 时间就耽误了太多 等他们赶到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了 尽管他们在极力控制不发出声响 可是加油的声音还是引来了丧尸 一只丧尸缓缓地走近两人 另一只丧尸正趴在地上 缓缓地从车底爬了过来 小黑拿起镰刀 一刀砍破了站着的丧尸的脑袋 等他转身时 终于看见了地上匍匐的丧尸 上前又是一刀解过了丧尸 两人才顺利脱险 成功发动汽车之后 沐菲因为开了一天的车过于疲劳 加上身体极度虚弱 他只能让丹尼尔来当临时司机 车子开了一夜 两人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 路边躺了大量丧尸的尸体 却没有一个活着的丧尸 正在丹尼尔疑惑的时候 两个拿枪的人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原来这个村子里的男人 自发组织了护卫队 成功抵挡了丧尸 保护了村里的人 村子目前还算安全 在这里村长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他们终于能放下心来 好好休息一下 睡梦中 沐菲还见到了自己的妻子 她一身白裙 正等着自己凯旋回家 女儿也依旧可可爱爱 只是一觉醒来 所有的天伦之乐都被绝望吞噬了 她不得不和丹尼尔重新上路 丹尼尔想尽快见到儿子 所以车速过快 导致水箱里的水急速蒸发 现在的水量不足为引擎降温 莫菲只好把两人所有的饮用水 都倒进了水箱 但是在这样的高温下没有水喝 他们也坚持不了多久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两人很快找到了新的水源 这下他们不仅有水喝了 甚至还洗了个凉水澡 绝处逢生的两人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休整一番之后 丧尸也逐渐逼近 两人再次踏上了征程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又到了可怕的夜晚 看不清路况的莫菲 一不小心把车开进了沟里 汽车的前轴断裂 车子也熄火了 听着周围稀稀苏苏的声音 什么都看不清的两人都很害怕 丹尼尔提议打开车灯 不开灯不知道 一开吓一跳 车子原来早已经被丧尸包围了 两人只好仓皇下车 杀出了一条血路 汽车而逃 再次逃出生天的莫菲 实在太饿了 没办法集中精神 丹尼尔就找了一片空地 布置了警报器 然后把之前抓的机给烤了 保持一顿的他们 才有机会坐下来聊聊天 丹尼尔拿出了他祖传的项链 给莫菲看 他告诉莫菲 这个项链名叫希望 以后是要留给自己儿子的 他们拿出地图研究了一番 发现要赶到北方的军事基地 必须要穿越一片沙漠 史诗人的沙漠一望无际 即使是游牧民族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夜晚的风很凉 吹得人更冷了 即使看不到希望 路还是要继续走下去 两人决定小气一下 却因为太累而睡死了过去 在这个丧尸遍地的狂野 即使布置了警示器 两个人同时睡着 这也无异于自寻死路 果不其然 丧尸发现了他们的位置 莫菲由主角光环即时醒来 果断拿起枪射杀了丧尸 可是没有听到警报声的丹尼尔 早已被丧尸咬得面目全非 临终前 他把项链交给了莫菲 希望莫菲能帮他 把项链带给自己的儿子 这下车子坏了 队友也没了 只剩下心中与家人团聚的希望 支撑着孤零零的莫菲 前往军事基地 他想方设法地躲避丧尸 以节约子弹的消耗 但是为了救助一个女婴 他还是勇敢地站了出来 路上他遇到了军队的救助车 把女婴交给了车上的富人 就一个人离开了 可是为什么他自己不上车呢 这个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估计是车上太满 或者车上不接纳美军吧 叶木再次降临 吸取上次的教训 莫菲这次学聪明了 知道要爬到树上睡觉 但是他的长枪掉到了地上 好在有惊无险 闻生赶来的丧尸 并没有发现树上的他 第二天 他按照地图的指示 爬上了锯齿状的花岗岩 终于来到了与基地 最后的屏障沙漠 也许是因为沙漠里匮乏的资源 在这里他并没有遇到几个丧尸 只是艰苦的环境 让他举步维艰 他抢了一个丧尸的黑色衣服 把自己围得严严实实 以防在沙漠中被晒伤 打扮得像阿拉伯人一样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一人一僵尸 在茫茫荒漠里展开追逐 莫菲很快就摆脱了瘸腿丧尸 但是高度缺水的他出现了眩晕 他从沙丘上滑了下去 幸运的是 此时一座基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让疲惫的他又有了走下去的动力 基地外面围满了丧尸 他左手持枪右手达刀 干掉了外围一小圈的丧尸 很快就开辟了一个缺口 接着他翻墙进了基地 基地里面的难民看着这个黑影 像个英雄一样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纷纷给他递上水和食物 但是这里因为被围困了太久 物资逐渐耗尽 莫菲期待的飞机也并不存在 所幸基地还有一个无线电台 莫菲试了所有的电台频道 最后终于和美国取得了联系 然而他的同事告诉他 丧尸病毒早已席卷美国 所有军人都在抵御丧尸 现在不可能安排飞继续接他 甚至莫菲的老婆和女儿也已经遇纳了 这下莫菲眼里最后一次的光亮也消失了 更绝望的是 在莫菲挂断电台的一瞬间 丧尸攻破了基地的围墙 他们一拥而入 众人无路可逃 一瞬间嘶吼声哭喊声咀嚼声不绝于耳 男主拿出那个名叫希望的项链 苦涩一笑 项链却吸引了一个小男孩的注意 这个小男孩正是丹尼尔的儿子 影片的最后 莫菲将项链交给了小黑 却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活下去的希望 整部剧里 男主一直都在寻找回家的希望 直到最后也没能走出困境 如果未来真的会爆发丧失危机 也许这才是人类真实的结局 没有盖世英雄能够拯救世界 人类最终一败涂地 好了 今天的电影说完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关注点赞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